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离开教堂想吃午餐的时候 又碰到一个弟兄 又在路边跟他站着 在雨中一起聊天聊起来了 正聊着聊着的时候 突然间哇 好厉害的地震 虽然很短暂 不过强度相当大 从来没有在路上站着的时候经历地震的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 所以相当特别 又在雨水之中 哇 给我想到这个天后实在是千变万化 今年又听说是反圣阴 这种特殊的气候非常寒冷 我们就慢慢就知道的了 天然的变化实在有时候超过我们的预测 天后的改变 有时候也是会反常 这就让我想到 哇 人能够有一个平安 真是十分大的福气 是吗 平安可以心灵的 也可以说是环境的 不管是心灵的平安 环境赤下的平安 都是超然感恩的 是神的福气 所以就让我想起了 生命记 哇 又是生命记了 现在主日崇拜都在讲生命记 每天的灵修视频 厨师陪你吃零食也是生命记 我的老金常常围绕这卷书 我相信你知道了 生命记 也可以说 用现代的语言 说是新移民手册 你假如今天有来崇拜 你就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假如你暂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呢 欢迎你赶快上网 听一听今天的网路崇拜 我解释的很清楚 是的 生命记是指导 这些要进迦南的新移民 应该怎么样依靠神的话语来过火 生命记不是一条一条条规 要你去遵守 而是教导在一片新的疆土 我们应该怎么样过一个蒙福的生活 那在生命记 最后两章呢 那是提到摩西很多重要的记录 33章 那是摩西对 以色列人各支派的祝福 那最后两节圣经呢 是我今天晚上要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 总体的福气的这个描述 非常非常深入 我们也应该非常非常可目得着 读给你听啊 33章28 29节 以色列安然居住 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 他的天也低干露 以色列啊 你是有福的 谁向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 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 是你威荣的刀剑 你的仇敌必投降你 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哇 这是圣经对摩西 给以色列人祝福的最后两节圣经 这一两节结束了之后 33章就结束 接着就是34章 34章就记录了摩西的死了 换句话说 这两节圣经 用书面记录来说呢 是书面记录中 摩西留下最后两句话了 哇 这两句话充满神的恩典 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平安 也是福气 我们祷告 求主真是应许我们 让我们可以经历 在千变万化的时代 我们多么渴慕 神所赐的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平安 因为成为新以色列人之后 我们要蒙受你所给以色列的恩典和福气 求主让我们真心做跟随主的百姓 于是你的盟约 你的恩典 你的福气临到我们的身上 愿主继续的施恩 使我们可以与这位守约师慈爱的主 密接在一起 生命连接在一起 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更新改变和福气 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愿主带领 在主日的晚上 我们可以享受主所给的安稳 平安 安然入睡 晚安